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学习 《现观众人论》的律义 昨天前面讲了 一个重要的八种诗 八种诗已经学习了 八种诗当中可以分为七十个义 那么七十个义 分八个部分来讲 首先是讲遍制的法 遍制昨天也讲了 一刹那间当中 能召见一切万法真相的智慧 叫做遍制 也就是说佛陀的智慧 那么佛陀的智慧 我们通过用十种法来表示 其实我们前面 每一个诗 用不同的一些法来表示 为什么遍制 比如说遍制也好 道制也好 或者机制 为什么不用直接的文字 来宣说他自己的本性呢 而非要用其他法来表示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这是有原因的 华智仁波切也讲了 比如说我们要表示颜色 表示颜色 这个宣说 有一定的困难 同样的道理 我们要了知 佛陀的智慧 下面所讲的 法性当十种法来认知 了知 这是很容易的 否则 遍制他自己的本体 一般来讲 我们凡夫人是无法了知 这是通过他的因和 通过他的对境来了知 所以每一个法 为什么说是 很多的法来表示它呢 原因是这样的 这是很关键的问题 大家应该知道的 有些人可能想 佛陀遍制能照见一切万法 为什么是这十种法来表示呢 其实这个十种法 完全足够能表示佛陀的法 其他的也不能少 也不需要多了 通过这十种法 能完全证明佛陀的智慧 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那么下面 首先是 表示遍制的十种法 其中讲的法性 这个大乘法性的法相 我们平时也讲了 有两种条件吧 一个以希求向往利他 利益众生 让众生从苦海当中获得解脱 这个作为因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要发心的话 这个因 然后以相应的 希求菩提果位 那么这些众生 并不是光是给他吃一点东西 不是这个的 应该是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 作为祝愿 以这样的一种大乘殊胜意识 叫做发心 那么如果用 从本体的角度来分的话 则可以分为 愿菩提心和心菩提心两种 或者说用生意菩提心和 世俗菩提心两种分也可以 如果以比喻而分 则可分为二十二种 下面什么大地 黄金 月亮等等 有二十二种比喻来说明 其界限是从小资粮到 直至佛地之间 我们一般发心 当然下面是有一些辩论的 但是在这里 从小资粮到开始 然后一直到佛地之间 发心的界限 然后这是发心 那天我们讲了 编制佛果 首先发心作为因 就像我们修一个房子 首先是打好基础 打好强激 同样的道理 如果这个发心没有 那成佛的因根本不存在 所以他这里 弥勒菩萨 首先所有的七十一当中 第一个发心讲的原因是 只是一切成佛的因当中 它是作为根本的 然后发心讲了以后 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 如果没有善知识的引导 没有教授 没有教言 一般来讲 自己都是没办法获得解脱的 就是以前 尼玛帕的一些教言当中也是有 那么解脱的道 梵天地势天等等 或者说一些世间的婆罗门 智者 父母 谁都是不能解释的 不能给你开始的 唯一具有法相的善知识 才可以给你指引解脱的道路 这样以后 境界着 我们要发心之后 你光是我发一个菩提心 什么法都不听 那这样是不行的 一定要听受教授 教授就是教言的意思 你发了心以后 必须要具足教言 教授的法相是什么呢 对于第二是教授 对于获得大乘法心之一的方法 能够无有错妙地言说的冷泉语 便是大乘教授的法相 这个大乘教授 对于获得大乘法心的意义 刚才我们大乘法心的意义 要得到真正实现 你发了心以后 真正发心圆满成功的话 那一定要需要能够 无有错妙的一些真正的教言 能全数无妙错妙的一种 这样的全数语 这就是大乘教授的法相 以对境而分 可以下面所讲的 分为十种 它的界限 相似的教授 从微入道开始都是有 然后一般的教授 从资粮道到最后佛地之间 当然教授下面也会讲到 比如说我从听受者的角度来讲 我从凡夫到一只十地某位之间 都可以听教授 听教授 听教言 比如说 我是还没有入道者 我是刚初学者的人 也可以听教言 然后十地菩萨的话 你还在佛面前 还在其他面前 也可以听教授 所以我们有些人认为 我已经闻思了 几年了 现在再不用听法了 这是一种错误的 一般七地八地菩萨 他还要以苦行的方式来 会听受佛法的 大家听受者的角度来讲 这些是从初学者到最后十地之间 然后宣说者的角度来讲 相似的教言 一般是微入道者 也可以讲 现在很多人还没有入道 还没有发心的 还有些外道也是 准备讲窍诀 有些相似的这些教言 谁都会讲 要不要我给你灌个亭 你过来去居士 你再多找一点人都是可以 你为什么不通知其他人啊 你只有一个人过来了 不行不行 今天灌顶的缘 其实还没有成熟的 应该在星期天的时候 人多一点吧 那个时候你给一些 不管是大老板也好 你们熟悉的这些人 多教一教的 然后我给你们灌顶 这个灌顶是一般 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很难得的呀 所以相似的教言 谁都会开始的 但是真正的这种教言 只有资粮道 或者说一地菩萨以上 到佛之间的这个教言 是真正的教授 这个教授意思就是说 我们善致师给我们宣讲的 这些教言叫教授 这是第二个意义 七十一当中 然后教言 这种教言 对我们的相续 我得了这个教言以后 那我相续的角度来讲的 就是听受着自己的相续 那么听受着真正的 我们大乘波罗密多的根机也好 他真正能接受教言者 在这里抉择分 抉择分就是加星道的时候的 加星道的这种境界 我们相续当中产生的话 那个时候你算是真正 波罗密多的法器 所以下面 境界者 这种教授是什么样的身份呢 什么样的身份可以接受呢 就是抉择分者 这个抉择分在大乘资粮道之后生起的 以圣戒性地所舍的 具备五种差别法的相关 即是抉择分的法相 当然加星道是资粮道以后产生的 然后它是圣戒地 并不是一地和五学地所舍的 它是圣戒地所舍的 下面所讲的具有五种特法的 这样的一个相关 就是因为抉择分的话 有些教言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这个加星道的时候 你的相续跟间断和修断 修断的烦恼 马上可以分开 马上可以分开的阶段 加星道的时候 你马上都不是得一地菩萨吗 得一地菩萨的时候 你的这种见惑 就是间断的这些烦恼 马上在你的相续当中 就是抉择出来 分开了 所以以这个名义 说是加星道者 所以就讲加星道 那么这个就分了四种 分乱为定位等四种 其界限唯一在加星道当中 当然资粮道的时候 还没有出现 然后见到的时候 也不算是抉择分 所以说这个界限 只有在加星道的时候 那么我们刚才发心 发心过后教授 教授是加星道者的 相续当中接受 那么所接受的 下面讲所修的修行 光是有一个根基 有教言都是不行的 下面要修行 讲修行的时候 修行的所依 修行的所缘 修行的所为 然后修行它自己的本体 大体方面 应该分四个方面来讲的 首先第一个 讲修行的所依 我们要自相续当中 获得成熟的话 你要修行 修行是什么样的身份 什么样的根基修呢 那么要讲修行的所依 比如说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修一个大陆 那么地方没有的话 不可能的 所以大乘的所有相关的这些境界 依靠什么样的所依来现前呢 下面都是马上要讲重心 也可以叫重心 也叫做修行的所依 第四个就是修行所依 修行所依是蒙中法界 便是此处所说的修行所依 或者说是重心的这种法相 在这里所说的 修行所依的法相也可以说 或者在这里所说的 这里所说只是 抛开小乘的一些根基 因为在这里蒙中法界 像威世中说的 阿难耶当中具足无漏的种子 或者按照种观 是无垢的这种佛心 我们在这里称为修行的所依 这种修行的所依 从所依的角度来讲 指的是法界 就是指的法界 那么这个是修行的所依 那么这个修行所依根据能义的法 差别而分的话 总共有十三个 因为所依上面没办法分的 指的是法界的人 从能义的角度来分的话 有十三种 此论知皆知处 其界限是从小乱为 一直到十地的最后有机 这是修行所依 然后讲修行所缘 修行所缘是什么样 我们要修一个法 作为修行者 他所修的法 要断除正义 了解他的本义 这样的这种 比如说我是一个做生意的人 做生意的人 首先你做生意 他自己的身份要固定下来 然后要做生意的话 你到底要买卖什么样的产品 这个产品的种类 或者你所交流的对境一定要掌握 所以在下面的修行所缘当中 讲我们所修行的所知法 大乘修行人 遣除正义基础的所知 所知指的是对境 他这里说有些法应该所取的 有些应该所舍的 有些应该所得的 下面一定要他要取舍 即使修行所缘的法相 可以分为十一种 但是他没有界限 因为他是从对境的角度来安理的 从对境角度来安理的话 那对境方面没有说 他是不是资粮道 是不是剑道等等 这样的说法是没有的 这是没办法安理的 然后讲修行的所谓 我们修什么 要到达什么样的目标 你要修行 最后的目标是什么 这是修行的所谓 或者修行的目标 菩萨依照梦中透镜 而趋入修行所获得的究竟成果 菩萨通过梦中渠道 发心 行持六度万行 通过梦中渠道 最后趋入真正的菩萨道 而获得的成果 这个成果是什么呢 即使修行所谓的法相 可以分为三种 我们所有的心当中 大心 还有大断 大正 我们平时讲的三大吧 三大 世间当中要想获得 我们现在为什么修行 你为什么要学习相关主要论呢 你应该要说 我要获得了大的心 不像我们小的心 我们这个心很小的 今天一个人稍微说一点 气得要命了 身上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火星 落到我们的身体上都是 啊 咋咋咋咋 特别痛 很难受的 这个心量很狭窄的 而像释迦牟尼佛那样 即使自己的身体 一块一块地割下来 布施给众生 也没有通说 感受 所以要获得大的心 还有大断 远离烦恼障和所知障的大断 大致 尽所有之和 如所有之的圆满智慧 所以我们修行的目标 修这样的 所以在这里最后讲的三大 三大 当然它的界限唯一在佛地 然后这是讲修行的所远 修行的所依 还有修行的所谓 这三个就是修行的智慧 也就是说修行的超见 前面的 然后真正的修行本体分为四个方面来讲的 首先第一个是愧甲修行 愧甲修行的话 我要这个修行 你一定要发尸 自己要披上阔甲 比如说如战场 迎战的话 你作为军兵 一定要有这个准备 同样的道理 我们想获得菩提的果位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自己要有所准备 这个叫做披甲修行 那么这个法相是什么样呢 依靠大乘法行为了获得无上菩提 而修持两种利益 自利和他利 刚才前面的法行已经有了 然后到达什么样的目标呢 就是获得圆满的正等觉的果位 而修持两种利益 并在任何一波罗蜜多当中 都各自摄成六波罗蜜多 从而进行修持 即是比加修行的法相 这是一个波罗蜜当中 所有的六波罗蜜完成 否则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今天是布施 单一的布施 然后明天还要去赐劫 还有安忍 这个六波罗蜜多分开的话 需要漫长的时间 而且很困难的 所以你每一个波罗蜜多当中 其他的波罗蜜多全部 比如说我在布施的时候 其他的六波罗蜜多全部汉色 全部汉盖 这种方式的话 这是菩萨的方便方法 盔甲修行主要是 一个波罗蜜多当中全部 其他的波罗蜜多 圆满的方式而进行修持 在发菩提心的前提下 然后修行 这叫做盔甲修行的法相 它分为三十六种 因为每个波罗蜜多分六个 其界限从资粮到达 直至十地的最后游记 然后刚才是 发行这样修行 现在实际行动当中 真正去行持 下面的趋入修行 真正要行持的意思 趋入修行的法相是什么样呢 依靠大乘法心 而为了获得无上菩提而修持两种利益 并主要以修所身会所摄测的 趋入大乘行为 当然刚才六波罗蜜多当中 也并不是没有行为的 但是在这里修所身会为主的 前面就是以法行为主 现在在实际行动当中 以修所身会为主的 趋入大乘的行为 便是趋入修行的法相 它可以分为九种 其界限从暖威 一直到最后游记 然后就讲资粮修行 资粮修行 因为你现在这样直接修行 最后真正的菩提妙果 通过十七种资粮的修行以后 自然而然出现 从这个角度来安立的 资粮修行是依靠大乘法心 为了获得无上菩提而修持两种利益 并能直接产生自国大菩提 你看他刚才的 发行和行为不利的前提下 自己的大菩提自然而然 通过大的智慧资粮和 福德资粮的修行就开始出现 即使资粮修行的法相 可以分为十七种 它的界限十七种当中 前面的十五种资粮是第一法 直到最后游记之间的 后面的低资粮和对质资粮 这两者存在于整个实体当中 当然这个内容是比较多的 下面我们一个一个地会广说的 所以你们大概的 它的次第和重要性了解就可以 其实《现观众案论》 当然我觉得是没有前世的善根 然后对薄弱空性 没有信心的人来讲 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我都有时候在想 因为《现观众案论》里面 最低的境界是小资粮道以上 然后我们这里很多道友 在显现上 实际上我也不知道 是大菩萨转化的 但是最高的境界 也许是小资粮道 显现上是这样的 这样我们很多人真正要了解 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真的是在一生当中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过 这个《现观众案论》 实际上是释迦牟尼佛的补出 也可以说 他的传说者 继承者所宣说的 然后对我们的弥勒佛 来到人间转法论 有非常殊胜的一种缘起 尤其是弥勒无论当中 《现观众案论》是最深的 应该说他宣说波罗波罗蜜多 《现观众案》方面的空性法 因此这个道理 如果我们这样圆满听受 还是有相当大的功德 我也在想 我们其他有些人听不懂 也不要紧 每天都是辅导 每天都是这样听一遍 观想 这是释迦牟尼佛的空性法门 我即生当中遇到这样的法事 有多么快乐 以这样的心态来圆满 也有非常大的利益 这是讲的第九个 资粮修行 然后叫做顶礼修行 这个叫顶圣修行 修行依靠大乘法行 为了获得无上菩提 而修持两种利益 最终必定会生出便知 跟刚才基本上是相同的 他这里最后必定会生出便知 这就是顶圣修行的法相 它分为八种 其界限为实地 这个跟刚才资粮修行 不相同的 因为资粮修行 一般来讲 它是从实地一直到最后有机之间 但是这个是至于实地 实地的殊胜道当中才有的 所以说 这个表面上看来有点相同 但实际上不相同 这以上已经讲了 十种法 也就是说 表示遍制的十种法 通过这十种法 圆满地了解 什么是佛陀的遍制 这个是前面遍制的十种法 然后我们就学习道智 表示道智的十一法 昨天也讲了 所谓的道智 其实是菩萨相续当中的 无我的智慧叫做道智 因为前面的遍制 一定是依靠道智的因而产生的 没有经过菩萨的佛陀 是没有的 所以遍制也是实际上 我们读大学的话 应该是读过中学以后 才可以的 那么前面相当于 讲到大学的境界 然后现在讲中学的 它的境界 我们相当于是幼儿园 因为大学 中学 小学都没有读 现在在幼儿园里面 说是大学生的思想是如何如何 中学生的思想是如何如何 基本上是这样的 这样的比喻也不一定适合 但也可以这样说吧 那么下面是讲的 用十一种法来表示道智 首先第一个是 道智之分 就是道智之分 以道智的因 本体 以及果法中的 任何一种所舍的功德 就是道智之分的法相 其实道智之分 是道智能生起的基础 不管是道智当中的果也好 体也好 或者是因也好 其中的任何一份功德 作为能生起道智的一个基础 颂词当中也有的 当时释迦牟尼佛 转般若空心法门的时候 很多天人觉得自己的身体 有发光 很傲慢 后来佛陀知道这些天人 如果生起这样的傲慢 那不能成为 般若般若蜜多的法器 然后佛陀身上 也发出无量的光 最后摧毁了他们的傲慢心 而他们的光 也慢慢变成了黯淡无视 最后以后 他们的相续当中的傲慢 摧毁了以后 才成为薄弱的法器 同样的道理 我们种一个地 如果这个天完全是一个荒野 那就没办法 在那里产生种子 一样的 菩萨的道者 首先他的根基要堪朗 一定要比较适合 接受空心法的一种根基 才能可以修持的 所以他这里具足任何因 到果当中的功德 算是道之之分 然后他可以分为五种 其界限从未入到至至最后有其 然后第二个是弟子声闻道 弟子声闻道 就是我们声闻的 人无我智慧 那么为什么在这里 讲远句和声闻啊 这些按照很多的一些高僧大道 他们的解释方法 相关重要论自从不属于小乘的论典 因为这里面小乘的论典 都是讲菩萨智慧的时候 因为菩萨要了知 声闻和缘觉的这种智慧 从这个角度来提的 并不是现观传言论自从 有一个阿罗汉 或者是缘觉 并不是就像我们讲 俱舍论一样的 在这里自从当中 讲这些小乘的境界 但是这里小乘的境界 应该有些是琐色的 大乘本应该有这样的境界 从所取的角度来讲 有些是所接受的角度 所取的角度讲的 所取的角度 比如说声闻所证悟的人无我 这个人无我 我们大乘也是承认的 这个空性也可以 从所取的角度来讲 有时候讲缘觉的法无我 他部分证悟的法无我 也是在大乘可以接受的 而大乘行者为了摄受 声闻缘觉的众生 你要必须懂到他的道 如果你不懂就没有办法 我们要摄受外道的话 外道的角度稍微懂一点 有一个人特别喜欢看七宫 然后我又一次发现 我说你作为一个佛教徒 为什么要看七宫 说 并不是上师 你要理解啊 我以后要多想调伏那些七宫丝 所以我先看一看 我看的可能不是这样的 他可能真的自己 都是已经入于世间的树当中去的 但是说是这样说的 如果是真实的话 也可以这样解释 弟子声闻道 以摄受所调化的声闻中心 他目的就是以摄受所调化的声闻中心 而领其正道声闻道者 所愿不可得的菩萨圣者 即是弟子声闻道的法相 为了读化这些声闻 通达声闻现实当中 不可得人物的空性法 如果以对心而分 则可以分为声闻圣道 以及加行圣道的 不可得智慧两种 其界限为大乘舞蹈 你看在这里面明显地知道 这是讲大乘的智慧 并不是讲声闻他自宗的智慧 然后下面第三个就是讲圆觉 圆觉也是同样这样理解 独觉道是以摄受所调化的独觉中心 而领其正道独觉道的所愿不可得 得菩萨圣者便是独觉道的法相 它可以分类 与前面的声闻完全相同 接下来第四个 讲法刚才前面一样的 应该大家懂 第四个是大乘见道 大乘见道尚未产生无路修道之前 因为无路修道二地以上的智慧 还没有产生 而真无两种无恶的初始智慧 你获得一地菩萨以后 肯定是初始智慧的 便是大乘见道的法相 它可以分为十六刹那的认知 其界限是 从获得见道果位的当下 智者修道生起之皆 修道生起以后 就变成修道的智慧了 它这里只有一瞬间 一刹那的智慧 叫做大乘见道的大乘见道 大乘见道 我们应该大家都会明白 然后第五个 叫做修道功用 修道功用其实是 修道成果的功德 因为我们从二地菩萨以上的 修道成功的功德 叫修道功用 即使修道功用的法相 可分为六种 其界限从获得修道的第二刹那 第一刹那 还是属于见道当中 还没有真实得嘛 然后获得修道的第二刹那 开始直至最后有机 一直在十地某位之间修道功用 好 今天讲到这里 还说的是Mindad 那这一切都更有私华 都听不懂的 就是说 但是更有机会 有点词 对 另一刹是 雷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